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香港新闻台全新制作财经节目 《创富激发点》 我是节目主持郭泳斯 《创富激发点》今集会和大家部署下星期的投资策略 不过在请专家分析大市之前先讲下新股 波动的市况之下 无减新股上市的热潮 计农行之后多只新股排队上市 不过可惜遇着市场冷风 近日上市新股 好像是华内控股 超威动力和国泰军安那样排队插水 华内和超威首日挂牌 分别跌超过6%和9% 华泰军安首日挂牌就跌超过3% 挂牌第二天就好一点了 有股民认为市况气氛不好 抽新股都没着数 可能有些钱走到农行 那些新股就没人去碰 那些旧股都跌到这么低 回来还会吸引 差不多不及时 但市场好的时候抄就有钱赚 市场现在都不向下多些 想一两天就跌回18人 申请人数少了很多 接下来还会有多只新股上市 包括齐合天地 康云理财 中国智能交通 天山发展 敏达空股 还有万众期待的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公布每股H股定价是3.2港元 而A股的发售价是2.68人民币 农行A股网上认诅中签号码 共有1031万个 每个号码只能够认诅1,000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